这场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场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13年中国女郎系列赛 中国古巴对抗赛的第三场比赛 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的是白色队服 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开场的先发球员是李珊珊 赵爽 高宋 另外呢还有内线的搭档是陈南和魏伟 这是比较少见的以陈南和魏伟作为开场的这种搭档 赵爽的前场篮板连续两个前场篮板 拼得对方的一次参规 今天古巴对这边开局也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 5号伊内伊迪斯 今天7号欧亚纳西斯上了首发 另外呢9号亚马诺主要的投手也还在场 11号马兰奈巴耶 以及12号阿兰尼斯 两发都是 赵爽进攻端要打得更加的积极一些 他不单单是中国队防守的最强的一个点 他也是中国队进攻端上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 千万不能因为过重的这种防守的任务 或者说全情专注于防守而忽视了自己的进攻能力 这全男的补防非常到位 李珊燃推进 这方又提前犯规了 李珊燃在中国队目前的这个阵容里 一号位上几乎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也比较合适的 卫尾 以卫尾2米07的身高来说能延误到三分线一半 已经不容易了 实属不易 玩得不错 但是对手耗着自己的体格能把球打进 攻得也漂亮 这有错位优势 其实可以打 高宋今天扎了个马尾较 上一场也就是第二战的比赛 高宋整场比赛都没打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高宋是他们最出色的球员 中国队全场得分最多 篮板表现也很出色 防守也非常的积极 今天开局 古巴队的进攻是不错的 和前两场相比呢 中国队在前两场比赛能够迅速的在 比赛一开始就奠定胜局 是因为古巴队的进攻被中国队钳制的比较严重 今天的中国队的进攻表现的还是比较顺利 但是古巴队这边 成功率很高 少有在篮下投篮不进的时候 成男人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还是很少的 古巴队由外极内 打得很顺畅 马兰奈八一 今天开局之后连打四分 在内线表现得很出色 从中央的电影中 是比赛一开始 比赛一开始 中央的电影中 在大队的中央的人 是比赛一开始 在阶段里的达到 中央的电影中 是比赛一开始 在阶段里的排队 大队的排队 在阶段里的排队 在阶段里的排队 冲啊 正当中央的排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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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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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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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主攻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